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近期尾巴衝突又成為了國際上的焦點 而普遍在民間大家看到尾巴衝突這個事件的時候 通常都會分開兩條隊 一條隊就會覺得以色列很慘 突然之間就被巴勒斯坦加沙地區的哈馬斯組織攻擊 另一方面又有些人排另外一條隊就會覺得 其實巴勒斯坦的武裝組織哈馬斯 都是想拿回屬於巴勒斯坦的地方 我們今天這一集節目會分成兩集 來講一下這個尾巴衝突 今集就首先來講一下以色列 即是猶太人 他們在巴勒斯坦地區來到納國 這幾十年來直到現在 不斷蠶食巴勒斯坦人的空間 在他們的mindset裡面又有些什麼理據去支持他們去做這件事呢 在影片開始之前 就跟大家公布一個喜訊 上個星期日我們出發去衞州的看樓團 就因為打風的關係取消了 但接下來的星期六大家又有機會參加這個衞州的看樓團 大家可以記下我大眼的電話 9348-3961 來查詢這個衞州看樓團的資料 而另外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希望在未來在我們自己這個頻道裡面 就專注去做一些時政片給大家看 所以一些吃喝玩樂 或者大灣區資訊的影片 我們將會放回《由手好閒》這個頻道 大家如果不知道《由手好閒》這個頻道是怎樣查找的話 就可以在影片簡介下面看到 有時你們看我們香港青年的影片 在你看著屏幕的右上角 也會有一些連結連去《由手好閒》的頻道 所以所有香港青年頻道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由手好閒》頻道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讚好留言訂閱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以及記得按下旁邊的鈴鐺 今天我們就來談談這個以巴衝突 因為最近這幾天 以巴衝突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 又或者有人會把以巴衝突 就說做巴爾衝突 但無論怎樣說怎樣安排位置都好 以巴或者巴爾其實都是說同一件事 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以色列在今次的以巴衝突當中 是一個被動的角色 因為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區的哈馬斯組織 首先對以色列發動進攻 但無論今次的衝突 是誰先或者誰後都好 其實以巴之間的衝突 就持續了很多年 絕對不可以從單一事件裏面 就來到諾定論 哪一邊一定是錯了 或者哪一邊一定是對的 而以巴之間的衝突 當中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 有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有宗教信仰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說到 耶路撒冷就是自己的首都 也有外部勢力的介入 但現代的以巴衝突 大家普遍都會認為 從歷史的節點來看 就是應該由以色列正式去到建國開始 因為現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再加上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帶 我們可以把它統稱為巴勒斯坦地區 在巴勒斯坦地區上 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 就是這千多二千年以來 猶太人很想去做的一件事 最後就在巴勒斯坦地區 建立了以色列國 而開始了耳巴的衝突 我們今天說明先講以色列 猶太人在這裡建國 建成以色列 從歷史上來看 他們又有什麼理據呢? 不過在講歷史理據的時候 必定要混合猶太人他們的宗教理據 來講 因為猶太人相信他們的祖先是怎樣來的 就要從他們的宗教去講起 因為在耶教的經書裡面 舊約說到人類的開端 就是由一個叫做阿當的男人 和一個叫做夏娃的女人 來發展而來 他們其中有一個兒子叫做羅亞 羅亞又有一個兒子叫做阿伯拉罕 這個阿伯拉罕非常出名 原本他生活在蘇美地區 蘇美地區大概就是今時今日的伊拉克南部左右 後來阿伯拉罕移居了去近海邊的位置 叫做加南的地區 這個加南的地區 就是現今巴勒斯坦地區附近的一帶 同時間 這個阿伯拉罕還說到 他是跟他所信奉的上帝簽了契約 就說到上帝答應了他 將加南傳地來賜給他的後代 讓他的後代小小代代 可以在加南傳地發展自己的產業 千秋萬代 那個時候 就未有以色列的名詞出現 但是去到阿伯拉罕的孫子 有一個孫子叫做雅各 而雅各就說自己某一日 就遇到一個人 那個高人就說自己是神仙 神仙就跟他說 你不要叫做雅各 以後你叫做Israel 翻譯過來中文 就是以色列 所以從雅各開始 就有了以色列的名詞 那時候的雅各 就跟賭王何鴻生一樣 有四個老婆 那四個老婆為雅各所生的子女 後來發展成為十二個部落 而這十二個部落當中 其中有一位雅各的後人 他的名字叫做素羅 我們可以把他視為 以色列的秦始皇 因為秦始皇就是一統六國 第一次完成在我們中華大地的大一統 而蘇羅第一次完成以色列人 在加南地的大一統 所以成立了一個叫做 以色列聯合王國 古時候的朝代 都是合九必分分九必合的形式 所以第一次用以色列這個名字 成立的聯合王國 後來在他們猶太人這個民族內部 也進行了分裂 變成了兩個國家 一個用以色列的名字 叫做以色列王國 另一個叫做猶大王國 有人對猶大這個名字很熟悉 因為有看影視作品都知道 曾經有一個出賣蘇哥的人 又是叫猶大的 不過如果猶大不出賣蘇哥的話 今時今日可能有很多神父或牧師都沒有 以色列王國和猶大王國 直至公元前7822年的時候 遭遇到變化 因為當時有另一個帝國 叫做亞術帝國 入侵加南地 由於猶大王國 狠向亞術帝國低頭 所以他沒有遭受滅亡 但是以色列王國不肯低頭 結果遭受滅亡 就沒有了以色列王國 但是後來 這個亞術帝國又被巴比倫滅了 來到巴比倫滅了這個亞術帝國的時候 巴比倫人就佔據了這個加南地 就開始趕走猶大人 這裡就算是猶大人第一次被人趕出這個加南地 即是今時今日的巴勒斯坦地區 而歷史上第二次被人趕走 就是一個重大的流況 就要去到這個羅馬帝國的時候 大概就是公元百多年左右 羅馬帝國就將這個加南地 原本是屬於猶太人的地區 趕走了大部分的猶太人 而將這個地區首次命名做巴勒斯坦 好了 自從羅馬帝國趕走了大部分的猶太人 那麼猶太人的後代日思夜想 都想著回到那個叫做加南地的地方 即是後來改了名叫巴勒斯坦地區的地方 去到復國的 但是過了千多差不多二千年之後 直到去到第一次的世界大戰 猶太人都是沒有辦法去到復國 不過世界的秩序就起了變化 令到猶太人有一線的希望 可以在這個加南地 即是現在叫做巴勒斯坦地區的地方 來到復國 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這個巴勒斯坦地區 是屬於這個鄂圖曼帝國的領土 鄂圖曼帝國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完之後 就從此在這個世界上去到消失了 而在他第一次世界大戰未打完 未真正失敗之前 好色搞事的英國佬已經聞到尾了 於是他們在1917年 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完之前的一年 就發佈了一個叫做貝爾福宣言 最初這個宣言只是一封信件 就是英國的一個愛慕大臣 以信件的形式 將這個宣言寫到在紙裡 去到給一個很大的猶太家族 叫做羅富齊家族 裡面的內容大致上就是說到 支持他們猶太復國主義 在巴勒斯坦地區那裡 建立他們的地方 到後來鄂圖曼帝國真正瓦解了 而當時還沒有現今的聯合國 聯合國的前身叫做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就委託英國 去到暫時管治巴勒斯坦地區 說就說叫做暫時管治 英國人是搞出什麼出身的? 就是搞出殖民地出身的 雖然名稱上不能說是英國的殖民地 但是巴勒斯坦地區 當時給英國管治的時候 英國人就可以在地區上 做很多政治操弄 到了二次大戰的時期 大家都知道 有什麼事情在猶太人身上發生的 就是他們被納粹德國迫害 當二次大戰完結之後 納粹德國倒台 很多在二次大戰期間被抓到南民營的猶太人 就得以色放 然後就有很大量的猶太人口 移居到巴勒斯坦地區 其後在巴勒斯坦地區的這群猶太人 在1948年就正式宣告他們要獨立建國 名叫做以色列 所以對於以色列人來說 在他們的思想中 那塊地是上帝應許給他們的 但是他們也要想一下 如果別人跟你信奉的不是同一個宗教信仰 你跟我說你的神賜給你的東西 我就說那塊地是周公報夢給我的 所以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 去建立自己的國家 他們的理由是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區 很多年的阿拉伯人所不同意 而今次這個尾巴衝突裡面 為什麼哈馬斯這個武裝組織 對以色列人咬牙切齒恨之入骨呢? 我們看看現在在這個尾巴的狀態來說 從以色列立國之後一直到現在 經過很多次的中東戰爭 以及長期的尾巴衝突以來 其實屬於巴勒斯坦地區 是逐漸逐漸被以色列以軍事的手段 壓縮到現在的範圍 而今時今日屬於巴勒斯坦的地方 他們和以色列之間的亦不是叫做國界 只不過叫做停火線 代表著以色列繼續可以在未來 去到壓縮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 而巴勒斯坦方面 我們分開兩個部份來講 因為這兩個部份是從地理上分開講的 一個是約旦河爾西 現時屬於巴勒斯坦國的地區 另一部份巴勒斯坦國的地區 就叫做加沙地區 加沙地區就是巴勒斯坦的一個飛地 這個飛地正正是今時今日 哈馬斯所控制的地方 哈馬斯被西方媒體形容到 是一個極端組織恐怖主義組織 但實際上我們中國沒有定義為 這個恐怖組織或者極端主義組織 正確來說根據我們國家的定義 它是屬於抵抗組織 因為大家想想 加沙地區是一個什麼地方 加沙地區以前不是這麼小的 經過這麼多年被以色列壓縮之後 就變成這麼小的地區 大概可能就是我們中國普通的圓這麼大的面積所有 裡面住了幾百萬的人口 而這幾百萬的人口 它是被以色列用圍牆圍著 雖然這個加沙地區 它最西面的位置 一小部分是跟埃及去接釀 它旁邊也有一條海岸線可以直通地中海 但是不要想著它可以真的直通地中海 它陸地上的位置 全部都是被以色列建了圍牆來攔住 只有一兩個出入口 還要在那裡往來的貨物和人員 全部都要受到以色列的檢查 剛才說到的跟埃及有邊界的接釀 這個加沙地區 但是埃及人或貨物 也不可以直接跟這個加沙地區來往來 是需要經過以色列的 而他們也不可以說立戀走出地中海 因為以色列的軍隊 是會24小時封鎖這個加沙地區的海岸線 有人聽到這裡就可能會問 咦?大眼? 你剛才提到的二次大戰裡的集中營 會不會就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這個加沙地區 比以色列搞得好像一個現代的集中營一樣 大家想想 在這個加沙地區裡生存的二三百萬個巴勒斯坦人 他們本身圍牆以外的地方都是屬於巴勒斯坦人 但現今被人壓縮到只有加沙地區還被圍住 水、電都是以色列去供給 以色列一有什麼不高興呢? 可能會斷水、斷電 還要長期以來都是這樣的 這個加沙地區是被以色列打壓了幾十年 大家想想 裡面他們去抵抗究竟是他們不對? 還是欺壓他們的那幫人不對? 三先和長期以來 在加沙地區裡的巴勒斯坦人 尤其是哈馬斯組織 他們控制了這個地方 他們的原意就是想拿回自己失去的領土 以及去推翻以色列的政權 因為在他們眼中以色列的政權 是沒有正當性在他們的地方去立國 所以他們無所不用其忌 甚至乎以前挖地道過去以色列 去到以色列那裡搞事 而剛才漏了說的一件事就是 還有一點是令巴勒斯坦人非常不滿 就是當年英國在巴勒斯坦地區 結束他們的管治之後 聯合國大會181號決議案的內容 就是將巴勒斯坦地區進行分治 分治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將整個巴勒斯坦地區分成兩班人 阿拉伯人和猶太人 阿拉伯人你們有自己的阿拉伯人的國家 猶太人有一個猶太人你們自己的國家 但是當初這樣分是偏幫猶太人的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阿拉伯人只可以從巴勒斯坦地區裡面 佔到43%的土地 即是不夠一半 但是猶太人佔的土地就超過一半 但是人口上來算 當時整個巴勒斯坦地區的三分二都是阿拉伯人 只有三分一是猶太人 所以在這種因素之下 造成了今時今日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 他們誓成水火的局面 而哈馬斯只是一班 零死都不屈服在以色列的淫威之下的巴勒斯坦人 再說下去 以巴衝突當中 我們可能從西方媒體報道的資料上 就見得到 巴勒斯坦人 又不知道炸傷炸死多少人 但當每一次以巴衝突 以色列去到凶襲這個加沙地區 又或者向這個加沙地帶環火的時候 那些所謂的西方國家 是從來沒有譴責過以色列的 就好像近兩年的俄烏衝突 那哪有西方國家譴責過澤連斯基 譴責過烏克蘭來打俄羅斯呢? 就算他們炸俄羅斯的克里米亞大橋 炸民用切斯 一樣是沒有受到譴責 所以說 如果不是因為有以色列 那這個世界還會不會有哈馬斯組織的存在呢? 那要用一集時間 來講完這個以巴衝突 又或者這個以巴衝突之間 又如何牽涉到的外部勢力 那真是一集是沒有辦法講完的 其他關於以巴衝突的內容 我們留下回分解 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拜拜